同样是跟职业技能有关的消息 台铁在今年1月份启用了富岗维修基地 取代了原本在台北信义区的台北机场 成为目前主要的现代化维修厂 有学校就看准了桃园未来捷运和台铁的人力需求 开设了轨道车辆科 要来培养学生成为市场上的强手人才 主机处日前统计4月份失业率为4.07 其中若以学历区分 高中职毕业失业率为4.06 大学及以上学历却是5.02 显示能力需求和学历高低似乎不成正比 就连台达电荣誉董事长郑从华都表示 台湾缺乏技职人员 新乌乡的清华高中看准桃园捷运 和台铁富岗维修基地的人力需求 开设轨道车辆科 我们其实在轨道车辆的引擎的部分 其实跟我们汽车的内燃机 这个部分是蛮雷同的 然后进阶部分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些气压的一个教学 溢压的一些教学 让我们的学生在溢压跟气压这方面 都有一些学习的这个部分 新乌乡的清华高中日前举行轨道车辆科的成立典礼 校长陈光真表示 除了在校学习也会着重产学合作 对于想学技术的孩子是一大加音 真正的做到让我们孩子动手做的一个视性教学 虽然说这个读书是非常重要 但是呢我们这个技术的养成 品德教育以后就技术养成 可以整个带进这个一个轨道车辆的发展 在我们了解这个社科以后了解说 其实台湾铁路局内 民国60年初的时候 有跟民国台北工专高雄工专建交合作 在大概68年以后就断了 所以我们这次提出这个轨道车辆科 台湾铁路局内也是非常惊讶 非常赞成 所以他全力的支持 我想这一科在我们清华高中设立 必定可以带给我们这些社区的孩子 带给这些所有想要学技术的孩子 是一大加音 教育部推动以校与特色 清华高中选择发展轨道车辆科 而为在国门之都的大型高中 也有飞机修护科 各校各有特色 就看学子们怎么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